我們來跟老師介紹一下幾個OBS可能您會遇到的問題 那 您看一下像我現在就有發現我這一台 好像沒有 麥克風的聲音 你現在看到有聲音有這個音量在跑的這個是影片的聲音有沒有發現 好這是影片的聲音 可是我的錄音的部分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我把這個 我先靜音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 視訊崛起裝置好像沒有 好那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你可以來這邊 你按右手邊這裡按一下 你去看看到底他有沒有 啟用 好因為有些時候是你沒有啟用 那再來呢 我們從右手邊這邊有一個設定有沒有 設定這裡你可以按一下 好我們看這個輸出 或者是這個音效的部分 看到了 音效 有沒有麥克風都是Disable 因為你們現在剛好大家的電腦都沒有那個喇叭 所以你只有錄影你不覺得說有差 但是以我這邊來講 我這個的話是第幾個 視訊擷取裝置應該是 輸 應該是第一個吧 我把它 按 這個 這是輸出麥克風 好 有沒有他告訴我看是哪一個麥克風 好像我現在是用這個我就點他 我就跟他確定 現在 我講話下面這裡有沒有比較有利一點 對不對 有利一點的話就不一樣嘛 所以 你要去檢查一下就有可能的情形 好有可能的情形 那這個是主要的 一般來講 這樣應該就 這個 應該就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 另外呢如果老師您可能 假設比如說您比較常用簡報 那 簡報的話有可能用視窗截取 可是我們發現 你直接用視窗去選擇 好比如說像我網頁 我網頁我點他 結果你有沒有發現網頁是黑黑的 這個是 那個 瀏覽器的關係 他有使用硬體加速 但是怎麼辦 其實沒關係啦 如果你真的老是懶得去區分說到底什麼軟體要怎麼設定 我乾脆就 你如果要錄的話 來這邊 如果您只有一個螢幕 兩個螢幕是最好 有沒有發現一個叫顯示器截取 管你的螢幕上的我都抓 這樣是比較容易 你只要是螢幕上的我都全部抓下來 我就可以 不用擔心說 你是哪 那個有 哪一個視窗我沒有抓到 但是預設你會看到這種回魂的現象 因為自己錄自己 裡面有你 裡面有我嘛 他就不斷的往後退啊 所以會有這個情形 但是 你把他往下啦 我把他放在我的視訊截取的下面 這樣我還是有在上面嘛 這樣了解 只是這樣會 舉手 有沒有看到 這樣可以做那個牽手觀音 哈哈哈哈 因為他無限回圈啊 對不對 我錄到自己 自己裡面又有我 這樣 所以你看 真的會有delay嘛 OK 好 這兩個應該是大家比較會遇到的 所以如果您真的要錄的時候 可以像這樣把他全部錄下來 一下 下一個 我看 她打算 你